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美中关系进入2010年以后 似乎结束了奥巴马总统上任初期的蜜月期 奥巴马宣布新的对台军售 并且定于明天会见达莱喇嘛 这两项举动都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中国甚至言辞激烈的敦促美国立即取消这次会见 声称否则将会影响两国关系 不过有专家认为尽管美中关系面临许多技术的问题 但是双方都不会因为这些具体的问题而伤害更广泛的全球目标 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今天如期听号香港 也许就说明了这一点 演播现场今天邀请的客人是华盛顿独立研究机构 尼克松中心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唐安竹先生 Mr.Ju Thompson 唐安竹在节目中讲英语 您所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今天的节目提出问题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时时大家谈的演播现场 安竹欢迎来到时时大家谈 谢谢 感谢 美中关系最近非常热闹 也非常有趣很多事件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在不久前奥巴马总统宣布了新的对台的64亿的这样的对台的军售 那么也定于明天要会见西藏流氓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在奥巴马总统宣布对台军售以后 中国也是表示强烈的反应 表示要中断和美国的军事交流 那奥巴马决定要如期会见达赖喇嘛以后 中国也更是反应非常的强烈 说这样做会损害美中两国关系 但是我们又看到 尽管中国说要中断两岸的两国的军事交流 但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的编队 今天如期的在中国领土香港停靠 你怎么看这些 现在的这些发生的这一切东西 的确是 毫无疑问美中关系在最近是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一年非常好的紧密的这个关系 但是呢还是这个暗淘汹涌 那么现在呢这些暗淘呢就显示出来了 就浮出水面了就好像您刚才介绍所说 虽然呢有这些紧张的这些问题 而且呢这种紧张的这种所谓暗涌已经浮出水面 但是呢他也显示了这些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 而这些问题本身呢其实从七二年建交以来 也就是大尼克松总统法华以来就有了的 包括这个对台军数呀 对包括跟这个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关系呀 还有呢再加上别的一些新的国际问题好像巴基斯坦嘛 伊朗啊等等 而现在呢经贸问题或者是关系呢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么但是很明显的没有一方呢愿意看到他的这个紧张关系呢更加恶化 他们都希望呢能够谨慎的行事啊让对方呢能够了解他的这个意图 使得他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在下面的这些啊这个关系里头的深层次的这些问题 其实呢它是长求积累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你也只能向前看啊能够呢进一步的稳定关系 嗯奥巴马总统预定明天将要在白宫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但中国的反应非常的强烈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中国外交部曾经敦促美国要取消这次啊 美国总统和达赖喇嘛的会晤 否则的话会影响两国的关系 嗯实际上美国总统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不是第一次 以往的总统也都会会见达赖喇嘛 比如说上一任布什总统还曾经在国会 也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就会见过达赖喇嘛 那当时好像中国的反应不像这一次这么强烈 为什么这一次中国对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 他表现的这样的强烈这种反对的这样的这种声音这么强烈 有什么误同 提得好啊这一点 每一位这个总统也就是从这个90年代以来呢 都跟这个达赖喇嘛见过面 但是他们一般呢是比较低调处理 那除了这个布什总统啊 因为他们是在国会山庄接见达赖喇嘛 而且一般的不会在这个他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啊 这个会面呢明天呢也是在白宫 跟这个达赖喇嘛会面 因为这很重要至少呢他没有把他邀请到他自己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去见面 那么所以呢 这个伍既然顶着这个中国的压力跟达赖喇嘛见面 因为他的确是一个知名的这个精神领袖 加上呢他呢是非常和缓的这种立场和态度 而且呢他呢是支持一个这个解决啊 这个西藏人民面对的问题 以这种合并的方式解决的 嗯 除了刚才你谈到的就是美国总统和和达赖喇嘛会晤要 所关系的这些问题之外 那么美国总统会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对美国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没有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美国价值的一个这个宣示 因为我们呢非常珍视达赖喇嘛的立场 他的这个做法 那么同时呢他呢无论是支持民主的领导也好啊 或者呢他是一个宗教领袖也好啊 或者呢他是支持少数民族的这个权益也好啊 无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啊这个中国来说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意境 同时呢他也好像奥巴马总统一样是获得诺贝尔和和平奖的这个得奖人 那么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中国人民知道啊 这个这些个啊这个价值本身在两国的关系里头有多重要 奥巴马总统呢 其实上次在达赖喇嘛返华这个华盛顿的时候就没有见到他 因为他呢准备到这个中国去访问 那么当时白宫认为这个时机不是很恰当 呃 那么当时呢正值呃 这个美中关系呢 的关系里头呢 其实呢总会有不同的这些这个会晤的啊 包括这个双边或者多边的这些啊 这个会晤 那么所以呢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可能这样的这个会 这个跟达赖喇嘛的会面呢 并不恰当啊 但是呢 呃 美国呢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所谓灵活性啊 但是我们也要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呃 中国政府啊不单只是要啊 这个跟啊 呃 西藏人民啊 这个这种联系 也应该呢 跟这个达赖喇嘛本人的联系 那最近几个星期在这个呃 北京举行的这个西藏 黎王政府代表与中国政府的这个会面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他们必须呢 用建设性的态度解决问题 找出一些获当的方法